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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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她本身上对苦的感受是一样的 不定不是真的有那个结构让你进去 如果是你在中阴境界 它是有一个境界就像那种状态的 有恐惧的 因为人 比如在医院 比如在医院 我们这个人很痛苦 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会缓解吗 打麻药 他可能在那个境界里 他这种痛苦 带着一种恐惧 而痛苦和恐惧 加在一起 就会视线一个坏境出来 那这个坏境可能像地狱 比如他很像说 有人拿刀割他 就是那种锯啊 追啊那种痛 他可能就会想象出一种境界了 这种境界就是地狱 就像地狱的境界 因为你进入中阴境界的时候 我们人是死了 这个物质取其不在了 它意识成全是不死的 意识会移动 就是说意识里边有信息 有痕迹 这种信息的话 如果有恐惧有痛苦的话 它就会有个幻境 所以那个地狱 也不能说它是持有的 但是对那个体验的那个人 真的是持有的 对你不体验的 你也不能说它持有还是不持有 所以佛经经常说 非有非非有 这样子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师父 他走了 然后我觉得特别神奇 就是他走了那个时间 我在睡觉 半夜一点多 他来跟我告别 说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感觉是一个 我印象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然后我在打牌 好像他的意思是 他说我先去了 你到时候也会来的 我在那边等你 结果我爸不是已经去世了快两年 我前阵子 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 我那时候也梦见他了 然后他原来身体不好 他穿得很阳光 很时尚 然后也是说 同样一种给我的感觉 他去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然后让我们 你们没关系 我在那边的你不着急 本意是这样子 这种事情会这样子 有时候会 如果你本身 你是有时候容易通灵的 在母线状态里面 就是四岁非岁的 或者游线状态可以通灵 在大部分时候 是我们是不可以 比如在梦里面 或者四岁非岁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有一些 另一个维度 它其实就是 其他的维度 就是一个 另一个维度 可以达到一个互通 很过去未来 但是里边的图像 是不是真的 就不一定 因为里边 你如果没有修正过的 你没有那个定力的时候 你里边的那个图像 会出现你主观的意识 就是你后天 比如说 你看了这个杯子 其实你只看到半拿 但是另半拿 是你踩出来 你马上意识里边 就是哦 这是个茶杯 其实可能不是 但是你看到半拿的时候 因为你对茶杯太熟悉了 所以你就踩出 它是个茶杯 所以在梦境里边 这种通灵的意识里边 很多人有一半是 主观意识踩出来 我一半是 其实真的是通灵的 我希望他那样子 再踩出那样子 哎 踩出那样子 就很多就是 比如说你 你出去穿的衣服 可能你真的 在那个围 他可能会穿你 但是 但是他的心里边 那就感觉是对的 他可能真的和快乐 或者是什么 去了一个真的和快乐的地步 感觉是对的 但是图像可能不那么准确 因为我们最通灵 最能通的最好的 就是角色 就是两个人相通啊 就是如果你通灵的话 对他了解最多的 就是感受到他 那一刻是怎么 感觉的 怎么状态 其他的图像 反而是很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那个要打开地步 我也没敢对我妈 我怕我妈伤心 因为我要回去 处理他那个房子 那有什么 很开心 有什么 我们总是执着 总觉得这个世界更好 不知道这个世界更好 就是问我不下地狱 这个世界 有的世界真的更好 就像你说 哎呀人家那个地方 空气真的很好 我就说很多 这就是台路同一合体 如果他去了 也不见得比我们 这个差 如果我们相信 轮回的话 不见得这个地方更好 就是哎 五行的平和 他来跟你说 那个又 他又其实是 不考虑你人的 他每个人去家 都那样说 他就很死板的 就是一般那些 风水 那些都不肿的 都没用 你听他说了 你心里很难受 你说该 该还是不该 除非你家里 这一段时间 一直出事 一直出事 哎 出这个事 出那个事 连着出事 这个时候就可以 去看看风水啊 看看叫人家 看看有没有 其他外地啊 就看看这些 乱七八 除非如果家里 很平静的话 其外不要看那些 算命啊 看风水 你那些歪嘴和尚 你谁知道 他给你揍两下 本来在民事 他说两句 还有事啊 他爸问你有事 有事了 还是说我走 看 就是如果家里 很平静 除非是很好的朋友 大家坐一起 随便聊天玩 而且他说话 比较平和 就不会说 让你心里 造成印记 痕迹 一般不要专门 准备找那些 风水 看 你家里没事 没事没事 对他 就是平时 平时的说是 家庭的一些 纠结啊 麻烦 那每个家庭都会 说教育孩子的问题啊 夫妻工作 不顺啊 这些 一般平常的这些 不是风水的原因 不是风水 它不是风水导致的 人总是有上升 有低谷 有上升 有低谷 总是这样嘛 人就是这样子 用性型的 你没有高峰 没有低谷 你长得那个 人这是一个规律来的 但是他突然一下子 出了很多事 一下子不停的出事 这个就可能 与有些特殊原因 比如很多人 就可以看看风水 要看看粉碟 或者我的孩子 经常出事 看粉碟啊 这些就可以 走这这 一个老书上的孩子 要不要看一下 那个不是 偶然一次 就是有的是家里 这一段时间不断的 不断的 这个可以巧 哦 蓝树 这都是他 受了他 没关系 弱点那么多孩子 对啊 你就要有的家 就是大孩子 除了二孩子 二孩子除了 农子出事 这个就有 可能就有其他人 就走 平时不用 而且还没事 一看孩子都长得挺活泼 挺健康的 有啥事 干什么 那些都折腾 一说改 我就觉得 天哪 好折腾 一般是小孩 如果名字什么 很差 就是跟自己的五行 穿透呢 十二岁以前 他就会出事 容易出事啊 这个时候 十二岁以前 如果十二岁以前 很平安 十二岁以后 已经定了 他就很多东西 已经定了 十二岁到三十岁 终结是一个过程 到十二岁 一到十二岁 没啥十二岁 十二岁以前 如果很健康的话 说明他的名字什么 没问题 十二岁到三十岁 又是一个尖端 这个孩子又开始定型了 到三岁以后 很多东西就定了 所以首相 十二岁以前 是一个首相 十二岁以后 到三十岁 又是一个首相 三十岁以后又变了 首相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 有些纹就长出来 有些没有的 十二岁以前 其实十二岁以前 变化很大了 如果还是十二岁以前 基本上很平安 和健康 没什么问题 说明他这个 你给齐的名字 这些基本上问题不大 对 对 大不少 有没有三十岁以后 还有多少年见语 三十岁以后 你基本上就成人了嘛 就在 如果是开术的话 法术里面 你就又成了 六个人 成人了 这个基本上不变 嗯 一般到三十到六十 这个是干饰演的 成功阶段 嗯 这一颗灾起来 很多人 不是 不是 这种外界能注意到 有时候起点作用 不是说完全不起 但是最重要还是自己心态 如果你 你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 树立不起来 你的心态很糟糕很差 外在的 就是外游永远是通过另一期作用 就是说外在 就是说给你很顺 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到这个家里 这个家里一切给他准备好 他自己不学习 他自己要是不努力的话 他这样也不行 就自己内心要有一个 自己自己要努力 周围的环境才就是一个辅助嘛 这就像你开着一个宝马汽车 你不踩油门 你不去开 他怎么也没用啊 就是那个环境 加不起说 还是你要开嘛 你自己要努力嘛 你自己要去做 这个还是 你的心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所以说 这个人如果很有智慧 或者他住了一个不好的地方 慢慢这个地 风水也会转过来 一切由心照嘛 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心力不够了 拿风水来补助 比如说心力实在是不够了 一般都是 有福气的人 他住的地方一定很有福 那个没关系 都很好 有些地方 如果风水特别好给你弄的 你自己要是很差的话 也住上也很麻烦 你承受不住嘛 就像你你不会开车 你开了一个法拉利 速度太快 你不是撞车嘛 就出事嘛 不是你看那世面社会上 很多那些高官 或者 当他很富有的时候 觉得很多很多钱 或者很高官位的时候 突然出事 就是他 他承受不住 就那个福报啊 他受不了那个福报 就是抗 什么都是平衡的 就是什么都是平衡的 所以什么都是平衡的 所有的一切 跟你现在需要的 是成正比的 其实 是你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就会导致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 如果不是外力条件的话 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的影响 你自己的心态会影响到你周围的环境 会有影响 环境对你的影响 不如你对环境的影响打 就是说我今天去你那儿 把你那个宿舍 不止成风水局 但是那里边住着五六个学生 也各式各的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会好的 就是按你的做 你自己内心深处 有些东西不能确立的话 那个风水局没什么用的 就是一定要通过内心 内在的东西 你要想明白 你要想通 有些事情 就是别人给了你一千万 你可能花一下或弄掉就没了 然后如果你自己很有内在的东西 这个就是帮助你去成就你思念的 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是说你要看到自己拥有的东西 就像你吧 我觉得咱聊天啊 不一定我说的对啊 这不是看风水就是说 你心里面很不安有些东西 你其实潜伏在内心有些东西是不安的 不安是什么 你主看到你没有的 你主看到你失去的东西 其实潜意识里边 你要去一个人踏踏实实的在这个世界上 站稳脚一定要看到有的东西 而不是看到没有的你就踏在虚空里边 永远会觉得和不安和不安 就像随波逐流 你看到有的你就踏下来 知道吗 如果看到没有的你就扶着 你的生命永远在扶着 有的是什么 你有什么你现在拥有什么 健康的身体 这一切都是最根本 你说叫你 在医院那么多 首先失去了一个身体 首先没有健康 什么也干不了 是不是 你有健康的身体 你年轻 你刚刚事业 什么都刚刚开始 这个是最基础的 人活在这个世上 最值得拥有 就是说最好的东西 你拥有了 你有健康 有年轻 生命有年轻 什么未来一切可能 在你这个只要奉斗 什么都有可能 很多路可走 我现在还有第一 我在这 第二呢 我有健康的身体 第二呢 我现在上学 上一个学校 在这个学校 可能不是我特别理想的 不像清华北大 那么有名气 但是我在这个学校里 我还是有一个大学 就是我在这个大学里边 我学的专业还不错 就是这个实力设计 而且出去找工作 也不难找这个专业 所以这个我的起点 虽然说不像清华北大 但不见得我比清华北大 未来的成就少 就是一个清华北大的学生 可能为了一点点 小说也会跳楼的 他们竞争压力很大 知道吧 他们要变得更优秀 知道吧 所以他们的压力 其实很大的 而且呢 他们出来 因为他们高不成低不就 你知道吧 低的职业不想干 高的可能做不了 能力有些 或者是不想受苦等等 他们不见得会有一份好的工作 有时候可能未来 不见得那么开心 生活幸福 不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的起点还是不错的 你进入这样一个学校 你学了这个职业 然后出来如果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管钱多钱 去这个专业领域 然后再探索其他专业 去经商或者去其他 而现在你的婶婶家里边 他们还资助你 一切都挺好 就是你看到你拥有的 而且你身边还有一些 朋友啊 同学啊 多多少少 不管他们是真心的 假意的 大家还都还不错 表面上很友善 这些都是你拥有的 你必须看到你拥有的 你才能站在这个地上 就是把脚扎根在地上 你要说 哎呀 我没有什么 我学校也比不上别人 我也 好像我未来一片茫然 等等 你看到很多没有的东西 我比不上 这也比不上 那么完了 你就一根 无根的树啊 你就像没有根 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流浪 飘荡 即使你身边有多少人爱你 你也感受不到 你知道 你体验不到 那不是 是因为你没有根 不是你不善良 你其实内心 你很感恩的 有时候 但是你不知道 拿什么来回报 你知道 你很感恩 人家帮了你 你很感恩 但是你没有回报 为什么你没有回报 你那根没扎到地上 你没有东西 你觉得我一无所有 我拿什么回报你啊 你觉得我学习 也不是特别有趣 不像人家北大的学 我什么也没有 我一无所有啊 一无所有 你是没办法回报你 关心你的人 也没办法回报爱你的人 也没办法回报你朋友 也没办法回报这个社会 这个事件 如果没办法回报 你就会慢慢觉得你是没价值的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个世界就没有活 没价值 知道吗 没价值感 你的自信就上不来 如果不自信 你做事情 你就不能成功 一个人首先要有自信心 他才能努力 他才能成功 而这些所有的东西 又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了你没有的东西 你的脚在空中 他 他这里能有什么 好 现在你如果重新开始的话 你就是把你有的一条条 寄到你的本子上 没有的 怎么不比了 没事 那些东西 一个人生命一生中 遇到很多 就是我现在身体不好 要跟你比我都没办法比 是不是 你甚至可以 一条一条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写下来 我拥有什么 我拥有眼睛 我拥有 你身上太多宝贝了 拥有自己 真的健康的人 其实是第一的 我现在拥有一个学校 老师也不错 同学也不错 拥有几个朋友 婶生也不错 家里也不错 还有一个妹妹 大家都很爱我 拥有他们的爱 的关心 关注 不管什么 还有朋友 还有等等等等 我还有一些 虽然过去 很多东西不是敬人如愿 但是我还有回忆 那些回忆也是 珍贵的财富 我回忆 我的家 曾经的 即使是不好 那是很丰厚的生活阅历 你知道吗 有些孩子活得很 但是从来没经历过什么 他们是不知道 生命的很多东西 那你从小生活的 那一部分经历 将来对你人生 是一个财富 你会更多的 体谅别人的心 因为体谅到 像你这样的孩子 他们内心在想什么 你会更多的 跟人去沟通交流 知道吗 你会更多 关注别人 你只有 把你拥有的列出来 其实你很负 你会突然发现 你有那么多东西 这个时候 你可以拿出来 把你拥有的 去拥有你这些 拥有的去 做很多事 然后回报给这个世界 回报给你身边 每一个爱你的人 因为他们对你有期望 每一个人都对你有期望 每个人只要关心你 关注你 他一定对你在有期望 虽然你达不到也无所谓 但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对 生命的无力感 很无力 很无力是因为 你真的看不到 你有的东西 你拥有的太多 回去慢慢看到你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拥有更多 你会通过这一点点 就是 我现在有十块钱 那别人有一百块 那我拿着十块钱 能不能做个生意 我能最后赚到 一个亿 两个亿 他可能一百块就是一百 但是你拥有这个能力就够了 我十块钱可能少 那么我小朵生意慢慢来了 现在对你的生命 就是这样经营的 你可能觉得 你拥有的不够多 你不塌 不安 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不安心 我觉得 那你坐在我这 我觉得 你心里别觉得 没有依托 那些神处有些很恐怖的东西 不知道方向 很迷茫 就是 没有依托感 就是你没看到你 拥有的东西 脚没踩到地上 在风里边摇摆 就是在风里边随风摇 别人说个啥 慢慢慢慢就摆到这边了 风大了又摆到这边 自己没有 根没有组件 不知道该怎么着 一片毛了 对未来一片毛了 也许有很多纠结的东西 或者很多 很多东西 那些小小的 情感上的 失落 等等 等等 那些不重要 知道吧 当你看到你拥有的 脚踩在地上的话 那些东西 你会 你只有拥有自信的时候 一点一点 你就会解决了 因为那些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那些东西没有什么 你很快就会调整 是 你当你拥有什么 当你 你知道 你体验爱是怎么体验的吗 不管 是你要些爱别人 你才能体验到爱 知道吧 不管身边的人多爱你 你要不爱别人 是体验不到的 但是我知道 你很想爱 你很想爱所有的人 只是你觉得没有 没有东西爱 你没有 你觉得什么也没有 但你忘了 其实你拥有一切 你是个富翁了 对我 咱们俩比较 你就是个富翁 因为我失去了 我生命中最好的 就是身体 我身体已经很差 不太好 那么我失去了 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而你拒备 所以你对我来说 你就是富翁 你竟然不知道用 而你拥有这一点 还有你很多的技能 身边你拥有的东西 你可以回馈给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回馈你身边 所有的曾经帮助过你的 爱过你的人 支持过你的人 关心关注过你的人 你有这个能力 这有什么 但是先要记住 你要先把脚踩在地上 嗯 这就是 你甚至说 一定要有一个图像 有一个有的东西 我真的踩 一定要想象出 你是有的 你有 站在拥有的基础上 去做 去做完你的意思 那一辈子 每个人会遇到 很多很多磨难 每个人都有 就算这个人 命很好 一辈子命很好 你知道他也会 生老病死 佛说的 一个生一个老 一个病 一个死亡 每个人是公平的 在这个面 就算他一辈子 福报命运太好了 也公平 生老病死 所以只要做人 就没有 不可能 都有波折 都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烦恼 纠结 困惑 等等 但是最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 面对这些 困难的时候 态度不一样 就像我也有 困难 我也很多 我也病啊 我也有 很多麻烦 很多纠结 但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跟你的 状态不一样 可能我会 开心地看着 然后把它处理掉 或者我根本就 处理不了 和棘手 这些问题是 永远处理不了 处理不了 我就承受 我就看着他 他有一天 也会逐渐地 变单 不是每件事情 你都有能力解决的 即使你是 很有能力的 也有很多事情 束手无策 是不是 那就就是那样 那些事情 你是解决不了 有情感的问题 很多问题 有些东西 不是你努力 就能达成的 比如一个人 不是你努力 就能忘掉 不是你努力 就能让他爱上 你等等这些 但这些 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是人 你都必须经历的 成长过程 就是说你要长大 一定要经历这些东西 如果你会用它 那么失恋也八 谈恋也八 等等这些东西 也就是一个养分 如果你会用它 就成了你的养分 就让你心灵 逐渐地结强 逐渐地成熟 如果你不会用它 就成了打击 就崩溃了 就失望了 等等 这个孩子挺好的 他就是挺善良 很有爱心 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爱 他很想 他很想拥有一切 给这个 就有 就分享给大家 那你幸福啊 不知道怎么办 他想帮别 他想给予 他也很想分享 但他觉得他没东西 这才是问题 是你有 你自己不知道 那些你想要的 你想象的东西 在你头脑里出现的 想象过的 美好的东西 都会通过你 达成的 都会通过你 目前这些方式 慢慢达成的 世界会解决问题 不用担心 现在的一个孩子 家里孩子少 很多小孩子 尤其多生子 你看着 很多小孩子 尤其家里别多 好像他很自我 很自私 很占有 或者有些孩子 其实我发现 到最后 这些孩子 其实他太想 跟人分享一些东西 因为他没有兄弟 姊妹少 就像我们小时候 其实他们心中 有些爱是 封小的 他不会 封小不出去 就是 其实是很有爱心的 就是这些孩子 很想 有一个 爱自己的 或者跟自己 所爱的人 封小 但是他又 从小家里边 就这一个孩子 家里边都尊 他就不会 就是他 养成那种 自我的习惯 每件事都 先想自我 不认为 他应该是 一个人得的 不应该 封小 但是其实恰恰 他内心又渴望 就分享出去 不过他不是这样 但很多小孩 我发现 在一起 也挺好 我女儿就等于我 有个伴儿 两个挺 对 但是妹妹是妹妹 你也不要说 去看妹妹 拥有什么 你拥有什么 那是两码事 妹妹有妹妹的成长 她的轨迹 你有你的成长之路 没有什么好不好 不见得谁更幸福 每个人 幸福不幸福 只是自己的体验 就是 不是你拥有一切 就很幸福 不是 很多孩子 父母都给予一切 爸爸妈妈 真的是 豪成名在家里 一切都拥有 这个孩子 一生 并不见得很幸福 你也知道 这个道理你都懂 但是你就会 有时候我们是拿 看得见的东西想比较 觉得我有这个 有这个 可能我就幸福 不见得 每件事情 你只要觉得内心 你尽力了 你尽心尽力了 就无悦无悔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 把每件事情 做得那么完美 我们不一定的 因为 因为我们 比如说你要做个杯子 你想象出是这样的 但是他也需要 陶土啊 工人啊 设计师 设计好了 还有工人 还要给你做出来 还有高温啊 烧制啊 那个温度不够也不行 就每一阶 这个世界 出现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诸元俱足啊 很多条件的 不是你努力 就能达成了 知道吗 所以每件事情 只要你尽心了 你努力了 那么它结果怎么样 已经不要在意了 然后去 这个结果来了 我们去面对 也罢处理 也罢怎么样 但最重要的是 你内心 师父努力 当你喝茶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每件事情 做它的时候 你就不要做别 就很 培要自己 专心专注 就说很专心地 做一件事 才能成功 比如我学习的时候 我就学习 比较有效 我学习的时候 我去玩网络了 玩游戏了 这个就两个 两边都不 游戏也做不好 这个也做不好 就是训练自己 一些能力 你要想成功 那就就训练自己 一些能力 当别人 管不住自己的时候 你能管得住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想 超越于别人之上 就是当别人 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 管不住自己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随心所欲的时候 你能克制住自己 你就稍稍比他 多一点点能力 你就成功 所以没有太多的天才 天赋 没有太多 那些努力 也不是说 人家学三天 你一定要学十天 你后期会 不是 是到某一点上 让别人无法 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克制住 你不再随心所欲 知道吧 就那一下 你就成功了 可能别人就失败了 而且你专注 你学习的时候 我就在学习 我要去做这件事 我就全身心地去投入做 我现在在学校 那么我就把我的学业完成 这是最重要的 不在于它有没有意义 你知道吧 不要去向其他孩子考虑 即使我这样 我出来 万一找不到工作 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 不要去考虑 现在是你的学习阶段 你在学习 你在学校 那么就完成你的学业 知道吧 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不是生命真的是没意义 我们这一辈子 没什么意义 它的意义是你赋予的 你赋予它啥意义 它就有啥意义 如果生命一定要有意义 就是我每个人重生下来 就一头走向死亡 目标就是死亡嘛 还有中间有什么呢 企业 外院院这些东西 所以所有的成功也罢 失败也罢 这一生的意义是你赋予的 你准备给你的生命赋予什么颜色 赋予什么色彩 赋予什么意义 你是伟大还是神圣 是平凡还是渺小 就在于你自己了 你怎么做 怎么走完你这一生 否则它就是游游碌碌的 它就是一辈子 就像个人就很渺小 就像个虫子有什么 吃着拉扎睡 所以玩乐而已 所以该学习的时候就学习 完成你的学业 它没有意义 但是你必须做 就这样 该做 这就是生命的轨迹 是你画出来的 这是最主要的 不是说你 完成作业的时候 你不再做别 你也可以做 但其它是辅助的 就是业余的 我可以玩乐 但是在我完成 把学业完成做好 那出来要找工作 或者把这条你该规定的路走完 该做的走完 排列也把什么 那是一步一步来的 其他的就是业余 这样我们就 你这个轨迹 生命轨迹 你给自己这样安排 你就走得比较轻松 你知道 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年轻小 我们管不住自己 我们该做的不做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 也不是说那个东西有多坏 即使说我们今天坐在瓦巴 打游戏打20个小时 也不见得是个什么 那也不是说那个游戏就外恶 不是 是你的生命轨迹改行了 你本来这样走 你走到这了 那么未来你就在这 这边就失败了 你知道吗 这边你就到达不了你的目标 你就变成这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 可能不是你 未来走向的结果 不是你要的 你知道吗 你会承担那个痛苦 它是失败啊 它在好像一四五成 那不是你要的结果 并不是那个结果好不好 如果你能扯受 没问题啊 你去吧 只是那不是你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那个意义不大 就是说你的生命意义 那块不大 你不如出这儿走 你说不要急于说是 哦 我自己怎么回报 我回报周围的人啊 世界 你知道最平常的回报 是什么 珍惜月份 珍惜啊 珍惜你跟 比如婶婶啊 比如说妹妹啊 婶婶叔叔啊 等等 一个家庭 这些缘分 还有身边的朋友啊 正是珍惜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今天有缘 做人一起聊天 这都是缘分 你知道吗 这些缘分 从内心里珍惜 你感恩 如果身体感恩性 珍惜这些缘分的话 你就不会为 比如今天来了 可能我招待的不忠 你不会为了一点点小问题 去心里别扁 纠结 或者在婶婶家里 或者是 说婶婶说了一句话 不开心 或者说说说了 说的不是你要听的 等等 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些缘分 然后那些充满感恩的时候 不管他们说什么 不管他们 因为 婶婶或者叔叔也上班 也工作 他们有很多很多 烦心的事 单位 有时候回来可能 有时候不是针对你的 可能说两句话 或者是很烦的 说两句话 其实不是说 偶然你听到 可能觉得 不舒服等等 这些其实 如果你吸约 有感恩的话 你就不会在意 你会很体贴 我师生今天肯定很累了 他在单位肯定很忙 那么你就会吸约 你就会知道 不管他说什么 你就会 所以说你喝水吗 你休息一下吧 我会努力的 等等 就是内心深处 你会深处的 你就不会纠结 不会纠结在这日常的 别人的一个一句话 两句话里面 你会生活得慢慢 很有爱 很有爱心 你会体验到这种爱 不是 如果是别人 你不是说 假如说我坐在这 不是身边每个人 都说我爱你 不是上来抱你一下 不是 是你内心 当人家给你倒杯水 或者是什么 你内心深处就是 很感 就觉得这是缘分 我今天他给我倒杯茶 当你这样 训练自己的时候 一天一天一天 突然有一天 你会发现 你的心会开花 你知道 你的心里边 充满了爱 这种爱是体验过来的 不是说 这位姐姐给我倒水的时候 她有心里多爱我 我爱你爱都不得了 给你倒杯茶 但是 那幅爱是你自己要体验的 所以爱不是 别人怎么表达 是你要体验 你慢慢 你这样子 有感恩慢慢的 珍惜缘分的时候 就体验出来了 但是不是一次 需要很多次很多次 就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 然后体验 人家给你的一点点 我们也要感恩 不是说 给你一点点帮助 你要培养这种感恩心 你就体验到这个世界的 温暖和爱了 否则我们是体验不到 即使有人每天抱你 你都感觉不到 知道吗 你都觉得司空见怪 他应该抱我的 还有就是说 当我们珍惜这个缘分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就是对周围的最大的回报 因为身边每一个人在帮你的时候 都并不见得要求你怎么 就像这个姐姐给我倒茶的时候 她还要求我怎么回报她吗 她心里想都不想说 明天这家伙要是怎么样了 没准给我回报个金月宝等等 她是不会这样想的 所以她倒茶的时候 她是无心的 但是如果我感恩我珍惜缘分 我觉得很难得 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坐在一起 大家很熟了 说我们有这一生能相遇 这些都是很好的 当你心里有这点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在回报她了 就要一个人回报另一个人 那种爱啊 平等的过去 其实每一个人 当你很珍惜她的时候 就是回报啊 比如婶婶 比如叔叔 比如妹妹 他们不要求你什么 并没有要求你 你家来废话 疼达的话 能否给他们一些回报 但是如果你珍惜 大家在一起的缘分 你很珍惜 你又体谅到他们 那就是对他们的回报 他们不管说什么 你能知道 他们想让我更好 只是他们内心深处 想让我这样子 他们认为这样子更好 叔叔认为我那样子更好 孙生认为我这样子更好 妹妹认为我这样子更好 当然我也有 我自己认为怎么样更好 但是你主要听 因为每一个爱你的人 都会对你有提望 是一样的 每一个 因为你还小 他们会提不准的意见 当你明天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 大家就不说了 可能不是特别 你这样慢慢去听 还是 你听得懂吗 他能听 我今天说不到点子 我觉得 你说也是 有时候也是审神吗 你就希望他好好 你就是一味的希望他好 反正我认为你这样就好 从我几十年的经验 总结你这样就好 但是你没看到他内心深处最缺的 就是他在他飘 我知道 但是我其实很想让他忽略这些没有的 他忽略不了 他怎么可能 他必须看到拥有的才会脚踏实地 那些都没有的 他忽略不了 你越让忽略 他越忽略不了 但是他不是没有 每个人都有没有的东西 知道吗 他那些恰恰是他生命的财富 怎么可能没有 那些痕迹 生命的痕迹 就是说 有我是修行的 你是经历了你的经历 我是有我的经历 我会把我那个经历 变成我现在生活的一个调剂品 或者是我觉得那些就是 就像土壤的水费 要制要我目前的生命 因为正是有了那些恩恩怨怨 那些不同 那些经历 我觉得我今天走到今天 我会觉得我很成熟 或者我处理问题 不像以前那种冒失了等等 你那些阅历也会是 在你同的孩子 同龄的孩子里边 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 难道生命不是个经历吗 你经历的比他们多 你体验的更多 那就是财富啊 你不知道 有一天你那是财富啊 那是你拥有的 不是你失去的 是不是 而且你期间体验 很多孩子 到了老老城里体验那些 说离别啊 别离啊 很多的东西 现在你找一点 不借的是坏事 每个人都会体验的 这个世界啊 爱别离啊 这些苦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会 风离的苦啊 等等 跟亲人啊 等等 这些都会体验的 每个人都有 难道没有吗 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都是你的阅历 那些就是在同流 还是你的阅历 那是个优势 如果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 成长的过程中是优势 所以可能主在社会上觉得 啊怎么 你不要看到说 这个是我缺的 是你经历过那种缺失 你经历过 所以经历过饥饿的人 看到食物才更有胃口 如果你很饿 你吃什么都很香 如果你从来没饿过呢 你体验过缺失 不是一件坏事 最重要是 当你体验过缺失的话 你今天还有吃的 这才是你的福报 你今天身边有啊 有啊你的人 关心你的人啊 这是你福报了 知道吗 这些都是体验 都是经历 都是体验 没有拿来更好 差不多 所以你要快快长大 要自己心里成熟起来 慢慢的把你的爱 回报给婶生 叔叔妹妹 随便每一个朋友 这个世界 相信你能得 因为你拥有那么多 还有体验 还有阅历 还有经历 所有的一切 现在的未来的 你都拥有 这些事你已经有的 你都拥有 就是爸爸妈妈 拥有 没有 是分开了 好 分开了 其实也没有 好 兩個都在 就來到你 因為爺爺奶奶在 爸爸有段時間在美濟街正當大 那個小的老人這麼肯定 媽媽爸爸都在婚了是吧 也沒有 只是不在一起 父母有父母的緣分、姻緣 應該孩子和父母都有不同的緣分、都有姻緣 沒什麼 沒什麼 我沒過來的人就覺得 小時候因為三歲以前這種經歷感 對他烙印太深了 沒有什麼 沒有烙印 你知道我也是離婚的 你知道我跟孩子的爸爸 那個小孩就像你那個妹妹那麼大 我們是分開的 離婚七八年 我們離婚 我也經常出去修行 他爸爸兩個人不管他 他也跟他姥姥在一起 姥姥已經七十歲了 現在姥姥姥也年紀很大 其實教不了他什麼了 除了膩兒就像膩兒小 老貓膩兒小貓一樣 就是吃飯啊 給他弄一碗糊 就是那樣子吃 就根本管不了他 根本也不說的 他在地上打過 姥姥給把地兒掃乾淨 你繼續打 就是那種膩兒的 就沒有什麼 但是我出來不認為他怎麼樣 知道 我也會 我有時間我也會教育 我覺得 最重要是你怎麼認為 我教育孩子的 就是說當爸爸媽媽離開了 我有 因為特殊的一些工作 就要出去地館休息 他爸爸工作很忙 所以警察 而且他爸爸又成家又一個小孩 所以根本就也沒有可能 就很多原因吧 就沒有帶著他身邊 其實我見了他 我跟他說 我們的分開其實不應該對你有什麼影響 就是說最重要是心態 你怎麼認為 我覺得他不認為這件事是個什麼 那個小孩不認為 而且我有一個大的18歲跟女同學 現在上大一 所以他們兩個內心是重 我跟他們聊交流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倆的問題 你不要認為對你們應該有什麼影響 但是經常要這樣教育 他們就不覺得這是個問題 我媽不在了 我爸也不在了 就這樣 我跟姥姥在一起等等 然後我覺得內心深處 他們也沒有太多的抱怨 或者什麼 但是說 說扶養啊 大家父母有奇怪一點 或者什麼 但是如果是說 我的小孩子目前說 姥姥年齡大了 教育不了 如果身邊能有這樣一個 好孫生 能夠帶她的話 我也是 我覺得很開心 真的 我會覺得 她沒有這個福報 沒有這個 有個年輕 最起碼她是年輕的 她的氣啊 她是瞭解這個世界的一些 年輕的新的東西 姥姥也連個電視電腦打不開了 就老的 就那 她跟著 最起碼那個場 是那樣的 所以 但是 不管你遇到什麼 現在的小孩子 很多會遇到這種問題 你要跟我的兩個孩子比 你比他們富有 你明白嗎 但是我覺得 你內心深處 你沒有他們開心過的 不是不開心 是你更茫然 有一點茫然 但是他們覺得 生命就是這樣 我有這種體驗 我有那種體驗 你知道 他們會覺得 這是他們的生活閱歷了 他體驗 他覺得 好煩啊 這種體驗 我說 哦不是啊 你今天體驗最煩的是 就是這樣 他覺得很煩 那種體驗 我們要訓練自己 這種心力 能力 在大陸 他們會比同僚人 有更多的成生命 他們不會出現 身邊的感情感 活用家庭 出現任何問題 他都不當回事 知道吧 因為 生活太無常了 這個世界你知道嗎 每個人的家庭 活用生命 身體狀況 一切 經常會出現波折 經常會出問題 當你出現的時候 你怎麼對 每個人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我 我跟他爸爸在一起 把他們兩個帶大 帶到今天 你認為他們是最幸福的嗎 我也會可能很溺愛他 家人都會很溺愛 對他未來 他一定是很幸福的嗎 這一生 因為幸福的定義 怎麼定義呢 他一定 他有很多他想做的 他可能想打遊戲 他自己打不上 他覺得不幸福 被媽媽爸爸拐著等等 所以很多東西是你自己內心怎麼認 怎麼認知 怎麼認為 你不缺失 一點不缺 真的 有些時候我們就是很煩 生命的照片 即使你很有智慧 你什麼都能想得開 煩躁要煩 沒問題 去看著那個煩 體驗那個煩 煩惱 快樂 失敗 痛苦等等都會體驗 其實你擁有一切你也會痛苦的 所以沒有人不會體驗煩惱的痛苦 是不是 但是你有能力就不一樣 那個煩惱來了的時候 你就能承受得起 好多人就被壓垮了 從小如果能夠承受一些痛苦煩惱的人 不會 怕什麼呢 不就是一點點問題嗎 不就是媽媽媽媽媽分開了嗎 是 孫生還在這兒 而且孫生 挺好的 挺懈怠的 挺懈怠的 你就跟姥姥姥姥姥 不是說白事 他們年齡太大了 他們無法指引你 給你提出新的 你的一生 新的方向啊什麼這些 孫生在這年裡 她有經驗 她說的你的 是她經驗過的 經歷過的 她告訴你這條路 對你未來更好 就是結局 你會未來越來越好 她是通過她的經驗來提醒 你可以用作參考 當然說你未來走 還是你自己選擇 但是你可以參考 說說孫生他們的一些 那可能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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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她們提出的就沒那麼 就是因為年齡大嗎 他們就提不出這麼多 露給你 而且主要是她們不只提出來 還能幫助你去完成實現 能夠給你一些幫助 我觉得这个已经真的好厉害 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